为什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 我本来打算找到新的工作之后 再跟你说 那有在找吗 找啊 我回家第一天就开始找了 但是这不是没找到 没事 不就是失业吗 又不是失身 没什么大不了 财经这种又抠门 又没眼光的公司 有点紧实是自动会生命 这么财的你 是你的人生大幸 一定有比财经更好 实力更强的公司等着你 我一度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这两个礼拜的时间 发出去将近五十封求职邮件 但基本上都没什么回应 那儿什么人费还没到 求职跟求爱一样 将天使地理人和大 那我可能也需要重新 审视一下我自己的能力 不需要 不需要 你就是最优秀的 我优秀什么呀 你可以不相信自己 但你不能不相信我 李肃宇的眼光 我李肃宇看来什么男人 却不会差 思雨 谢谢 谢谢你啊 去看看 星风总来翘马 不看 去吗 去吗 不是 不是 哎呀 去吧 去看 是什么 我又被拒绝了 这个是什么 我已经降低了薪资的要求 但还是没人弄